柯文哲經常罵 藍綠都是垃圾廢物 這一句話確實刺激了我 即便我們藍綠都是垃圾廢物 但是對我王世堅而言 我要把我自己廢物利用 到了這個時候 我就必須站出來 所以我最近在考量的是這個問題 那您是這個有願意要出來參選 初選的人嗎 其實是這樣啦 其實每天我們國人同胞碰到的問題 從治安司法 教育交通 到國家資源的分配 財政經濟等等 這些跟我們國人同胞息息相關的議題 並不是在我們台北市議會 單獨就可以解決的 必須從中央 從立法院 從立法院 徹底去解決 所以 這麼多年來 一直有很多支持者 一直鼓勵說我應該再回到立法院去 那確實有很多支持者這樣鼓勵我 那我本來先前都沒有在考慮這件事情 那 但是最近經過一些莫名其妙的打擊刺激後 我確實有在考慮 但是現在都還不是時候嘛 因為我們黨還沒有宣布初選的旗程 然後至於如果要回來參選 是在哪一個選區 因為過去我擔任立委的時候 那時候是大選區 我們台北市分成南北兩大選區 所以我的選區等於涵蓋了 目前我們的大同中山萬華中正大安文山 所以怎麼樣在哪一個選區 其實都還沒辦法現在就決定 我是正大光明的啦 我要光明磊落的參選 即便這個參選 那失敗了 但是我也光明磊落的接受嘛 現在這個最關鍵的點是什麼 你決定要不要參選的關鍵點 是 現在社會的現況 那柯文哲經常罵 說我們藍綠都是垃圾廢物 那這句話確實刺激了我 確實即便我們藍綠都是垃圾廢物 但是對我王世堅而言 我要把我自己廢物利用 那我認為到了這個時候 我就必須站出來 所以我最近在考量的是這個問題